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么想起了我怎么化妆 因为重点今天要讲非常重要的这件事 职场生涯 我不知道你们的职场生涯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的 基本所有同校的同学到暑假的时候都有去打工 那个时候每个小孩的夏天都有 你不去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懒 而且我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出去见识一下 然后能够工作一下是一件令我特别兴奋的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16岁的时候去Baskin Robin Baskin Robin你们知道 现在长安街上二环那也有一家 它是中文行叫三一冰淇淋 我在那个店里 它那个店是Dunkin Donuts和Baskin Robin两个连起来 那个两个店一般都是连着开 在这个店里去卖冰淇淋 然后我当时老板是一个华语的美国人 然后他人也很好对我也很好 然后我都干得非常开心 那时候打工其实还挺累的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 这个钱是需要挣来的 不是到时候你找父母医药就到手了 我以前一直认为你钱是发的 就是到时候你发给我就好了 然后我到那去工作了以后 我才发现我要做这么多事 才给我这么少钱 我记得当时是美国的最低薪金minimum wage 好像是5块1毛5 然后还有交税 然后到手里一个小时 就三块多美金 好像很少很少 觉得怎么这个挣钱这么难 当时是吃这种心理 然后不光是挣钱难 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惨的事 你们可能都没有在冰淇淋店打过工 所以不知道 我跟你说 他们有一种做奶昔的机器 你们现在去什么KT什么的 可能也都能看到 就是你要做奶昔的话 你是把冰淇淋放在里面 然后放上佐料 然后它有一个机器 就是这样伸下来一个头 然后这是搅拌机 你把那个就是钢 这个钢子 然后这样的方式 搅拌搅拌以后变成奶昔了 然后你倒进去给客人 然后那天是一个傍晚 外面下雨 然后来了一个客人 第一次打工 那个去犹太人很多 他们都很很nice 这种店实际上是不用给小费的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 看我一个小孩在 有时候他们还会给我小费 都真的很好 然后呢 他就想要一个 strawberry smoothie 好像是 什么草莓的这种 smoothie 然后我就去给他做 我当时呢就洗完手 然后因为那个冰淇淋实际上 冻得很着实你知道吗 我一个16岁的小女孩 去用那个手搬那个很不容易 我当时一个夏天下来 这儿的肌肉都变强厉了 然后这儿啊 弯过来好几勺 然后放到进去 有的时候 弯的时候不是很费劲吗 我就把那个勺用热水这样冲一下 我把那个铁勺用热水冲了以后 我再弯的时候 它就会好挖一点了 然后我用铁勺冲了以后 我过去弯 然后使劲弯 然后放到里面都很好 但是我去冲热水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手冲湿了 然后把它放在了那个杯子里面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杯子倒 放在搅拌机上 咚一弄 然后当时我的手就滑了一下 用手湿了 滑了一下 这杯子就砰掉了 然后我就下意识 你知道人的有时下 我下意识地去抓 然后这样一抓 我的手 这个手之后 正好打在了它那个搅拌机上面 当时的情景是 雪喷的到处都是 就是我的脸上 身上 地上 全都是血 你那个情景就像恐怖电影那样 我当时第一晚是翻 本来的 我的手指都没有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 这个手完全张开 然后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当时就惊呆了 然后那个客人也惊呆了 都疯了 然后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老板 然后老板就来了 然后吓疯了 赶快把我带到医院去 然后好像疯了 我现在真的记不清了多少针 我这个手指头 后来长好了以后 还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我不知道给你们看看 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 如果你看我那个本人的话 能看出来 这有一道道浅浅的 因为我很幸运 我的手不怎么留疤 就浅浅的 你不仔细看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仔细看的话 有一道印 这一点点一点点 现在我还留着 现在我怎么说啊 回想起来 我看到这道疤的时候 我觉得 I wear it as a badge of honor 我为什么说 I wear it as a badge of honor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荣耀的事情 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啊 遇到了 也不是坎坷吧 就是这种不顺 这种磨难 但是呢 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不能因为 我失离荒庄去干什么 而且这个钱 不是别人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你真的要去 努力的工作 才会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我 第一份工作 就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事情 然后发生这个以后 我妈就不让我去了 然后他们就说 不要去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没什么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惨 我只是觉得 从这个当中 我真的学到了 人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不要慌慌张张 失离慌张的做事情 一定要稳稳当当的 这个是我当时 疏忽所造成 我自己受到的伤害 就讲给你们 我第一个职场的糟心事 是这件事 不怨任何人 实际上怨我自己 但是我也从中学到了 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但是当时最大的收获 还真的是 我就觉得钱不是发的 钱是要自己赚的 而且干了好多的事 你想当时我要挖一天 挖一大堆的冰淇淋 然后卖给客人 然后晚上还要擦地 擦完了地 把这个都锁上了 然后老板会来 然后他开车会送我回家 很好 然后我觉得做得很快乐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可怜 我觉得 因为我不说 我必须要去做 我只是觉得 那个是一个人生当中 非常好的经历 所以我也鼓励你们 这些年轻的小孩子 如果你们愿意工作的话 真的应该试一下 因为在职场上的这种 哪怕是很少的这种经历 真的会让你对整个你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改观 你会觉得你整个人都丰富起来 你会更珍惜你生命中的一切 也会更珍惜你父母的劳动成果 所以那个是我 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16岁就遇到了一个大的灾难 差点丢了一个手指头 不过还好 有惊无险 这是第一个故事 然后呢 我的第二份工作 是在上大学的期间 得到了一个TA这件事 就是teacher's assistant 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会 教一些学生中文 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特别喜欢 传播中文文化 教别人中文 然后呢 别人还给我钱 这么好的事 上大学的时候呢 虽然我父母经常问我 你钱够不够花呀 你需不要在我 我们给你寄点钱 但是从我的头脑里来讲 都那么大了 总是伸手找父母要钱的话 真的很丢脸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 自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能够自己赚一些钱 不用总是找父母要钱 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令我骄傲的事 所以那会儿我去当我的TA 当TA的时候很有意思 我跟你讲特别多的 有意思的事 我们其中有几个美国学生 学中文 太逗了 当时呢 我们不是每星期都有一个演讲 因为他们的中文真的很差 他们就是很简单的 就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你有一个这个啊 我喜欢你你喜欢 我就学这种很简单的嘛 那他们有很多人学的时候 也主要就是为了兴趣 也并不是说要学成什么样 然后我当时呢 也就是有的没的教他们 然后特别逗的 就是我们曾经上台演讲 然后美国人你们知道吗 他们学中文的时候 他们是四声啊啊啊啊 他分不清 然后呢 我有个同学就是上台展示 他最新买到的钢笔 然后他想说 大家好 这是我的笔 然后我是 我非常喜欢我这支笔 然后我的笔的功能怎么那么好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他在说这个的时候 我一直是用医生来发的 然后当时我就坐在底下 我就在那狂笑 然后人家都说 我就说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笑什么呀 因为当时叫中文的教授 他是台湾人 可能在台湾没有那个意思 我不知道啊 台湾的朋友 你告诉我们 你们台湾是不是也说这个 但是我是北方人 我当时都要笑疯了 然后后来就得到了教授的批评 这个是一件事 他没有批评我 就第二件事 我又笑长的批评我 第二个同学上去了 他说 我今天请朋友们到我家吃饭 但是他说不好这个饭字 他一直在说 我给朋友做粪 然后他们都到我们家吃粪 然后我也在那笑 然后结果就得到了教授严厉的批评 然后就停了我一个星期的课 那个也是我学到的一个 不算是职场骚心事吧 但是就学到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lesson吧 就是不应该去嘲笑别人的口音啊 然后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笑 你不应该去嘲笑别人的口音 尤其是你作为老师来讲 你应该去积极的教你的学生 而不是在那笑 所以呢我也学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 lesson吧 就是不应该笑人家 然后得到了批评 这个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也是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然后第三份工作 就是投行了 工作的时候首先是实习 但是那个实习是给钱的 而且给的还挺多的 你想我那时候是大二的学生 但是他是按年薪五万 每两周给你钱 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讲 这个这个工资给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都去实习了 还挺还挺高兴的 然后这个实习当中 我遇到了什么一个糟心事呢 这个就更逗了 我曾经大学的时候 也是一个叛逆girl 我那个时候耳朵这儿有一个环 然后肚脐耳上有一个环 你们知道投行它是 就是很保守的那种氛围吗 我也知道 所以我在去之前呢 我就把这儿的耳环摘下来了 然后他要求呢 每个人都要穿business formal 就是正装 然后我就想 ok我也每天都有穿那个jacket 都有穿一个西服 我去实习的时候 就当时有人投诉我 快实习结束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哇什么 我犯什么错了 为什么会有人投诉我 然后才发现是 就是跟我同一楼层上的 有一个员工 他是女生 然后他说 不是每天都穿西服吗 但是我这样购东西的时候 我这一抬起来呢 我的肚子就露出来了 因为是夏天的 在这实习 然后露出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肚脐耳上打了环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inappropriate 然后就去HR投诉我 当时我就说呢 我说我没有露出来 是放在里面的 可能是我不经意的 但是HR当时还说 那你就要那个注意什么之后呢 反正你是实习生嘛 实习生肯定是会遭到各种白眼啊 各种那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到了 那个又学到了一个lesson 就是当实习生的时候 一定要各种小心 因为有很多的人 他并不是说真心帮你 有一些人可能是 故意去挑你毛病的 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生的话 我并不是说我当时年轻漂亮的 但是就是发生在年轻漂亮的女生当中 很多这种事情 是你在实习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去想办法挑刺 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给任何人去逼回你的借口吧 这个是我遇到的第三件 然后之后呢 我毕业以后就顺利的进入同行工作 然后当时遇到了一个非常造型的事 我们当时同行里面分很多组 我们第一年的呢就没有还分组 第一年的这些分析员 analyst 他都叫generalist 就是你什么都干 每个组你都干 然后你这个组大两天 那个组大两天 你完成了第一年之后再挑组 当时呢我就有的组 就是特别愉快的就过去了 然后我被分到了一个 healthcare这个组 就是医疗保健这个组 他们是专门cover就是所有medical care 就是所有医药公司啊什么的 这个组 然后这个组里呢 有一个第三年的分析员 analyst 我记得很清楚 她是一个印度语的加拿大女孩 她是印度人 但是她在加拿大生长的 当时她真的是一个total bitch 她真的是did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my life was miserable 她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恨我 然后首先她第一天上班她就跟我说 you know you only got hired because you're pretty right 她上来就跟你说 唯一你被雇用的原因就是你长得好看 我当时的心想 第一我没觉得我长得很好看 第二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me 你对我有什么了解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讲 但是我也觉得 不要跟人家产生冲突 我一直都对她非常的nice 然后她就没有原因的 到处跟别人说我怎么蠢 然后办事怎么不好 然后办事怎么不认真 然后说我是一个slut it doesn't even make sense first of all 我很讨厌任何的女生叫其他女生slut 我觉得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slut 对吧 我觉得我不要去judge人家的person life 尤其是她 她根本就 她不认识我 我的私人生活 我是不是slut 她也不会知道 对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她到处说我的坏话 真的是非常令人生气 但是我就一直以来就觉得 工作关系 还是不要闹得太僵 不要去理她 注意到了有一天 那个时候会投行 她会办很多outing 你在一个dealclose了以后 全组会出去庆祝 那个时候我已经第一年结束了 第二年我已经进了这个 坚比与合购这个组了 然后我们就是去庆祝 庆祝哪个组的这个deal 我忘了 这个已经doesn't matter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我们去的是纽约的那个 Nikki Beach 这都已经是很以前比较 popular的那种夜店了 现在估计都没什么人去吧 我记得我去那 Nikki Beach很有意思 它中间有一个天台 就是梯形台那种东西 然后好的女孩呢会站在上面跳舞 然后我也去跟同事跳舞啊 喝酒啊就很开心在那玩 然后我就看见她 在那跟几个人 在那跟她的几个朋友说话 然后我也没有理她嘛 就说话说话关我屁事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同事上来说 Maya这个女生叫Maya 我们把她名字说出来吧 我也不在乎 然后就说Maya在那说你的坏话 然后后来我就不理她 然后呢当时我的 正在交往的那个男生也在 我也叫她去我们可以带家属 然后不是你们翠哥 这是N年前的那个上大学 刚毕业的时候的男朋友 当时她又过去跟那个男生 在说我的坏话 当时我已经喝得有点微醺了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呢 我当时就觉得蹦在容忍了 于是我就从那个天壳上跳下来 拿着一杯饮料 过去之后就一杯饮料 喷在她脸上 然后上去就罩着她脸推了一下 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让我就真的跟她动手打起来了 等于 我说Enough is enough Shut the fuck up You fucking bitch 然后当时我就这么跟她说了 我从来基本就是很少很少会公开 跟任何人产生冲突 但是我觉得她已经到了 我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而且我当时没有人喝醉了 然后这件事发生说 保安马上就来了 我当时觉得 Shut I created the scene 然后保安来 然后我们两个都被轰出去了 轰出去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觉得good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东西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你不能让所有的人 都一直欺负你对吧 然后当时我就想good I'm glad I did that 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就是跟她震慑了一下 很不错 然后特逗的是 转天这个女生就来过来找我 然后说 昨天发生了这个事 我要向你道歉 昨天我喝醉了 然后才会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 我希望咱们俩在工作中 还能保持一个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我们把这件事忘掉了 从此以后 那个女生再也没有bother过我 所以从这件事当中 我也学会了 有的时候 一昧的忍让也不行 该stand up for yourself 还是要stand up for yourself 但是我不是说鼓吹我这种方法 对啊 虽然说我觉得这种用暴力的行为 实际上是不对的 但是我也从中学到一个lesson 有事不要做暴力的事啊 还是就是你这种事可以去跟你的导师讲 可以去跟你的老板讲 可以去跟你的同事讲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他谈 实际上我觉得都会比我所做出的这件事 更好啊 更classy 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做出了一件这个事 我最后一件糟心事呢 是我来现在的工作之前 我是在CNBC 这件糟心事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 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我才听说 我觉得这件事让我的人生观都有所改变 怎么讲呢 一开始在香港 后来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时候呢 那个CNBC当时 在我之前呢 有一个女生 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 因为她还在CNBC香港 她是香港人 然后我呢 对她印象很好 因为她的弟弟跟我是同一时期上上学的 虽然不在一个班 但是当时呢就有所耳闻嘛 这个女生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个女生 传统上不是特别漂亮 但是每个女生的美都有不同嘛 我就是跟她很好 后来我们两个呢 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是很喜欢跟工作当中的女生 成为很好的朋友 永远喜欢朋友要多于喜欢敌人 对吧 所以我尽量跟所有的同事都搞好关系 而且你想在那种外面电视台的女主播 一般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能把关系搞得很好 因为你任何的工作都不适合 你再牛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尤其是电视行业 它是一个teamwork 所有的行业都是 它是一个团队 所以你一定要对团队当中的人很好 协作才能做得更好 所以当时呢 我就是一直对她很好啊什么的 我们两个关系也非常的好 后来呢 我在CNBC的工作当中呢 有几次被老板说了 我就后来跟老板有一些冲突 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原因呢 我就觉得 有一些事情怎么老板知道啊 或者怎么样 后来我离开了CNBC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女生一直在那个老板面前说我坏话 就是我一直以为我是朋友 结果没有想到她一直一直在说我的坏话 而且她坏到就是利用跟我这里得到一些消息 然后把这些我自己的秘密 然后去告诉老板以这个来给我制造不好的印象 是这样 当时我听到这些事之后 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观被颠覆了 因为在国外这么多年啊 我有没有遇到就是不喜欢我的女生 当然有吧 去吧 到哪都会有的 有没有不喜欢我的男生 也有 有没有不喜欢我的人 到哪都会有 但是呢 我一般遇到不喜欢你的人 就是他不喜欢你的话 他会不理你 不帮你 不教你 不鸟你 对你很bitchy 就像那个Maya 我那个工作的那个这样 那个印度语的加拿大女孩 他会表面会当你面说你还好 后来去到香港以后遇到这件事情 我就发现原来有这么一种人 他会假装变为你的好朋友 我跟他好的好朋友是什么样一个好的地步 就是他结婚之前的单身派对 我不但参加了 而且是跟他一帮姐妹每个人替他付的钱 就是单身派对就这几个人嘛 然后新娘不付钱 你们付钱嘛 我还帮他付钱 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是那种傻叉到 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家赎钱的那种人 所以对我的人生观颠覆很大 就是不是那种不喜欢你就不鸟你 表面讨厌你 不理你 见了你就撇你 也不是这样 而是会假装成为你的好朋友 然后利用你告诉他 闺蜜的这些话 然后use it against you 这个是 you know become your friend and then get secrets from you and then use those secrets against you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天下我遇到最low的事了吧 可能是 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刚刚我说过了 我就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有信任危机 就是见到任何人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个人不可信 那个人不可信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这样好像特别累 因为我不想让一个 中文一种说法 让一个耗子水毁了一锅粥 对吧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的这种 个人的行为 影响到其他女生 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 多数的人是正直的 哪怕你不喜欢我 都不要紧 你不喜欢一个人很正常 我不喜欢一个人会当面骂你 我会实名骂你 我绝不会 绝不会在背后当做你的朋友 然后假装从那里掏出信息 然后再去害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和坏人的区别 我也在自我调整心态 我觉得 我还是要 give everybody benefit of the doubt 我还是应该让给每个人机会 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机会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都不喜欢的人 你不必须喜欢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但是你不能做到 你不能去当坏人 你不能坑人害人 我讲过那句话 其实爱自己的 有自信的女孩子不会这么做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女孩实际上 她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说清楚了 我并不是希望她不好 我只是说 女生千万不要这样 要记住 要强大 自己的内心强大 坑人害人的这种思想 真的不能有 我一直以来 你不一定要听我的 但是我一直以来 为人处事之道事 我从不去惹事 但是事来了 我绝对不怕 而且我一直是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 这个是我职场 多少年来一直总结的经验 说真的 我现在自从到了 现在工作的地方 我真的没有遇到任何的造型事 我很快乐 当然以后如果 我遇到的 我一定会跟你讲的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这个以后 我所遇到的这些 有意思的事情 我也很想听听 你们在工作当中 遇到的这些奇葩事也好 糟心事也好 还有就是让你 成长的这些事情也好 都留言告诉我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 都祝愿我们 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能够遇到 更多善良的人 很少这种不安全的 或者心地邪恶的人 也祝我们 所有的亲爱的 宝宝们 所有你们学业越来越顺利 工作越来越顺利 好不好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I'll talk to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 就十三岁 十四岁 这样 十四岁 那个时候呢 你夏天 剪掉剪刀剪刀 不是十七岁 我那时候是 十四岁 这段剪刀剪刀 我记错了